娱乐中心林云轩报导陈文茜近年来饱受病痛膜 他回顾2022年坦诚接近死亡数次 图翻设字文西 世界周报64岁的资深媒体人陈文茜近年来饱受痛折磨 去年底才透露装了人工血管 康复的可性为1% 元旦当天 他回顾过去一年病情坦年一度化 甚至接近死亡数次 更透露自己身体充满了汁水 但他仍乐观面对病魔 上传一段读物影片 称是折翼的水天鹅 坚强正向的态度感动许多 陈文茜2019年罹患肺腺癌后动手术将肿瘤切除 不 近期病情每抗愈下 导致他全身水肿 一日他再闻 的世界周报CCSworld的奴子脸书发文回顾2022年 坦言我的病情医恶化 甚至接近死亡数次 但幸运之神因缘忌讳 我救了回来 不过因为疾病加上服用药物 导致手背脚身体充满了水 称自己是水天鹅 并透露过点滴治疗后身体慢慢变稳定 但已经没有血 可以施打 只能装上人工血管 只有一支自由的陈文倩晒出毒五片段 强调我不是病者 我是者 的飞翔者 水天鹅 图翻设字文西的世界周报 陈西在2022年末许愿 2023年起 我要告诉自己 我不是病人 只是一个生活上遇到状况 不方便的人 我不在 住生病的念头 走向2023 陈文倩并晒出毒五画面 镜 前的他忍耐膝盖受伤 皮肤过敏的不适 穿着睡 的他将衣服拉下一边 袖子露出人工血管 表示 没有了以前美丽的肩膀线条 挺拔的背部 它们 充满了该留在血液里的组织水 我举起单手 我 助旋转 我告别2022 我再举起双手 展示大片的人工 管贴布 如记忆封信前往2023年 我不是病者 我是者 的飞翔者 水天鹅